当地时间17日,美国德克萨斯州阿灵顿警方发表声明称,已借故一名在去年交通管制中,枪杀黑人司机的警官。 2018年9月1日,鲍恩特兰警官在执行交通管制时,对24岁黑人司机奥杀泰瑞开枪,并导致其死亡。 美国德克萨斯州阿灵顿警方,目前解雇了该名被控过是杀人的警官。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,特兰于今年5月1日,对非解雇仪式提出上诉,但尚未对刑事指控提出抗辩。 起诉书提及北德克萨斯州郡的另一名警官的罕见刑事起诉。 特兰的案件在很大程度上,与同约里发生的另一起,警察枪杀黑人司机事件类似。